還要來關心是台灣的缺蛋橋 這快三月底進口雞蛋就會陸續來上架 但是現在似乎開始造成了另外一種亂象 最近這幾天許多臉書在地社團 就有許多網友紛紛在發文 說要稍架拋售雞蛋 主要是因為誰的進口蛋的引進 再加上保存期限又要到了 民眾勢必要把囤積的雞蛋來售出 但是如此一來不僅造成蛋架混亂 民眾也可能會買到集齊蛋 現在有蛋商老闆親自來示範 要教大家如何來看蛋新不新鮮 新鮮雞蛋異鄉鄉從車裡搬出牧場直送 吸引許多婆婆媽媽上門採買 但是全台缺蛋危機讓蛋價漲翻天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進口雞蛋最快三月底上架 卻也造成另外一種亂象 臉書上各種在地社團 紛紛銷假拋售囤積的雞蛋 和過去的缺蛋危機形成強烈對比 可能有認識蛋農來像我們盤上一樣去搶貨一樣 很多當你沒有送完的或者說沒有賣完的 那稍微導致現在才會說可能很多人會拋售的原因 過去許多民眾瘋狂囤蛋 眼看進口蛋紛紛到貨 勢必得馬上拋售價格當然混亂 有些就是私底下在賣的那些農民 他們賣出去的時候 導致我們盤上在收購的時候會更加困難 雞蛋之亂了嘛 已經真的太亂了 會導致很多人跟著一窩蜂出來賣雞蛋 蛋價上漲 消費者預期心理增加需求 變相衍生出超額問題 不過過去蛋黃之亂 造成蛋價飆漲 民眾苦不堪言 誇張到極點 蛋沒有什麼好囤的嘛 有什麼好囤的 我請問你 你會去囤嗎 民眾紛紛在臉書社團急著釋出囤雞蛋 也代表買到極其的壞蛋機率提高 要看雞蛋新不新鮮 老闆有配方 新鮮的雞蛋是這樣的 剛生的蛋其實都超級小的 怕買的不行 其實用手機現場照就知道 消費者受到預期心理影響 異窩蜂搶著買來囤 卻沒注意到雞蛋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不僅造成食物浪費 及其雞蛋也會有食安疑慮 記者洪小璇 余若瑋台北報導